请此天下2021年教育创新100 在全台500多件征选教案中 选中100件教育创新的标杆 台南市表现亮眼 市长黄伟哲颁奖给获选的12个教育团队 勤勉他们欣然接下教育创新与实践的棒子 让下一代的孩子受益 台南市今年获选教育创新教案 包括个人及团体 其中有台南市教育局主导的 新克刚专案办公室 也在获选名单之里 台南这次入选的建数非常非常多 应该是全台之冠 从偏乡创新教学教案创新 一直到中央行政创新 都有非常卓越的表现 由自然科老师物理化学生物地科 跨领域的探究 让孩子能够培养探究问题 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然后面对未来世界的挑战 从培养孩子的一个公民素养为一个目标 然后呢从我们人文关怀 带领孩子呢认识家乡 让孩子呢进入到社区 去关怀我们社区的独居老人 以及做社会服务 反正今天是比较低洼 所以下雨的时候 比较容易会有积水 那我们就以这个情境 然后开始培养孩子 怎么对环境的问题的一个解决 台南市教育局进一步表示 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是教育实践的重要课题 新科纲专案办公室成立以来 规划专业智能研习 不仅只是专业领行 更深入了解现场教师需求 支持与陪伴学校及教师 共同成长 新唐人雅德电视 水晶旺林沛云 唐曼谈能报道 好 好 好了 去玩第二个